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奇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 管众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关于娼妓 在外国 可能起源于一些祭祀性的神庙 汉摩拉比时代 巴比伦王国的神殿里有圣祭 历史之父西罗多德 在历史中描写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说 每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 必须去一次神殿 坐在那里 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 直到有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 将她带出与她同卧 否则她不准回家 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 她一定要和第一个 投给她钱的男人一同去 当她和她共卧 进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 她就可以回家 地中还有个海岛叫塞普鲁斯 在古代这个岛上的女神庙里 养着成群的圣祭专供过客赢了 当时的法律规定 女子不论愿意与否 只有在神庙中当过圣祭后 才能出嫁 在中国上书记载 姚的儿子丹珠彭银渝家 西汉刘相在《猎女传》中说 下节祭祭礼 银渝妇人 求四方美女积之后宫 做烂漫之乐 二者都类似集体性淫乱 这些记载似乎说明 娼妓在下朝前后就已经出现 有些人认为 妓女源自于商周时期的巫婆 成为巫昌 然而史书诸如 史记以及甲骨文 都没有女巫从事性工作的记载 许多研究者认为 中国的妓女 可能起源于努力主家庭 所续养的佳妓 青人原梅在《隋缘诗话》中 对妓女的起源有另一说 有人问妓女史于何时 于云三代以上 民一十足而礼交名 演的有妓女 为春秋时 为史妇人引南宫万已久 醉而复之 此妇人当是妓女之滥伤 不然 焉有良家女儿陪人饮酒乎 若管众侄女敏三百 岳王始霸女为是缝任 故其后焉者以妓女 成为一种职业 大概在西周或晚些时候的春秋 时经中南汉广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司马迁史记 或《列传》中记载 赵女正姬 设形容 明秦 于长魅 聂力 喜 木条新招 出不远千里 不择老少者 奔赴厚颜 这些游女 赵女正姬妖艳妩妩 色意双全 甚至不远千里 从事性工作 当时也出现了一些军记 岳王勾建 就用寡妇娱乐士兵 岳决书记载 岳王勾建 书有过寡妇于山上 史诗之忧 思者游之 以于其义 但是妓女这种职业 真正开始合法 是从管仲 在齐国设立妓院开始 作为一种职业 正是得到了 齐国政府的承认 具有了法律上的合法性 当时齐国不但经营妓院 而且对性工作者 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保护 而主持这项工作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管仲 管仲帮助齐桓公 进行了历史上 著名的管仲改革 他使齐桓公成为 春秋第一霸 春秋是个市的时代 是在当时是个重要阶层 他们四方奔走 游睡于诸侯之间 他们常年不回家 自然祭门成了 他们的棋息之地 所以当时寄院很多 由于需求大 财富自然也集中于 此种风花雪月之地 当时管仲要达到 富国强兵的目的 需要财力上的支持 再加上当时的烟火之地 存在着一些混乱 有些嫖客事后打白条 妓女的安全感降低 他们需要一只看不见的 强有力的手来安慰 同时管仲为了那天下贤财 为齐国效力 以美色留住人才 因而有必要加强 对妓院的管理 于是管仲设立女敏 根据朱里的五家为比 五比为敏 那么一读就是二十五家 总数就是一万七千五百家妓院 东周策说 齐桓公公中女是七 女敏七百 这是国家经营妓院之时 而西方的国营妓院 始于雅典政治改革家索伦 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 受到群众的赞美 说着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 并保护了梁家妇女 使他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 索伦改革是在西元前五百九十四年 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概也是在这段时期 而管仲乡齐在周庄王十九年 及西元前六百八十五年 死于周湘王七年 及西元前六百四十五年 管仲创设国际院 至少比索伦早五十年左右 当然 从道德上来说 这并不光荣 管仲是大政治家 他创设国家妓院不止为银来银当 他有他的政治经济目的 首先 增加国家收入 治女是输男子前入关 及后世所谓 花粉税 花粉捐 清人储学产说 管子治齐 治女驴七百 争齐夜合之资 以冲国用 此即花粉钱之事业齐次 缓解社会矛盾 一方面解决许多没有妻子的男子 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 另一方面是 大量女农历得以适当安置 韩妃则外处说 还宫见民行年 妻世而无妻 以告管仲 对约 陈文尚有积才 则民必匮乏 宫中有怨爱 则民有老而无妻者 还宫曰 审 令于宫中女子 未尝欲者出嫁之 乃令男子年二十而逝 女子年十五而嫁 这样一来 使社会上有些男子无弃的矛盾 缓和了 同时桓公在称霸战争中 俘虏的女子和一些女奴隶 把他们安置在国家妓院中 第三 吸引式阶层 这些常年游说在外 所谓第一是喜欢妇女和美酒 于是开设妓院 达到了引进人才的目的 最后 习桓公好色 常游乐于国家妓院室 韩非则外丑说又上说 还宫之薄也 内室数报书 外室数管中 背发而喻妇人 日游于世 管仲设妓院也算是投其所好 管仲设妓院后 诸侯国纷纷取经学习 有些诸侯国甚至利用妓女 来控制他国 亡人之国 看来妓女的力量 并不亚于十万雄兵 这样妓院便抵开花 并影响到后来的封建社会 妓院虽然不被主流文化所称颂 但是具备了默认的合法性 在私下场合 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一切都要拜管仲所赐 他可能永远想不到 他会成为娼妓的保护神 或许这位保护神的面前香火鼎盛 因为他给了娼妓们 前所未有的安慰和鼓励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密室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密室 下方点赞 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